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们觉得说 现在的那些污染 所以我们想说自己种的话 吃起来比较健康 就是有一次师姐 会大龄做志工 她跟我们分享说 哪里有一块地在租人家 我们就当时只是说 就是趁这个鹰眼来说 是不是我们有这个鹰眼来种这个菜 各位好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我和我母亲 今天我们的现场气氛会很不一样 因为是我们的谈话当中 要来聊一聊开心农场 现场邀请到这两位师姐 大概也会找时间当开心农夫 听听她们的心得 欢迎美丽师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建立香师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知道说你们会特别去找一块地 想要种东西 当时候怎么会有这想法 因为我们觉得说 现在的那些污染 所以我们想说自己种的话 吃起来比较健康 那我们的立香师姐有什么样的姻缘 就刚好约一约大家志同道合 一起来成就这件事吗 就是有一次那个师姐 回那个大龄做志工 她跟我们分享说 哪里有一块地在租人家 我们就当时只是说 就是趁这个姻缘来说 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姻缘来种这个菜 因为小的时候 都有跟着爸爸妈妈在种 到后来的时候 因为妈妈就是说 想有一块也是有一块地 那我都会买那个菜苗 回去陪着妈妈 妈妈就会教我说 这种菜应该要怎样种 然后种起来就是 像那个地瓜叶 你要把它剪的时候 就不要把那个根就是挑起来 你就是趁着 不要那个根 骨 不要给它受伤 你就拉着把它剪 它就可以再一直 对 一直延续 我们没种的人 还真的是不会 所以如果我们哪一天 换起了这个鞋子 真正夏天去的时候 你们都是老师 不过真正的自己种菜 自己可能 不管会所用也好 或者是自己吃也好 是不是也因此开始改变了 你自己原本的饮食习惯 其实我们种 我们的田里面 种了二三十种的菜 虽然就是一点点一点点 但是就是你 我们不用到市场去买菜了 就是自己种的就足够我们自己吃 这样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去跟人家分享 那像我们煮 煮里面有一些师姐 她身体比较不好 比如说开锅刀 或者是离癌的 那我们会把菜 就是送去给她吃 我希望说她吃的 我们这个健康的菜 对她身体有帮助 那另外就是 我们委员我都会有一个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联谊 然后联谊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会有办那个什么 就是类似围乳这样 我们把我们菜园的菜 青菜拿来就是跟大家分享 对 那这块地 它这样子持续在运作的时候 都会是谁去耕耘 谁去种 谁去收 谁去照顾 你们是怎么样安排时间 是一起 看有的时间是我 不可以去的时候 美丽师姐她就会自动去补胃 我们有时候会邀师姐她们去 因为她有的她 比如说她生病对不对 然后她去看我们这样自己 在种菜 那她会想说 那她也可以去就是说 来这边租一块地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 会有一些环节 调试这样 对 其实是有的 大家会互相问 对 然后看看怎么样来也参与 是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也都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好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呢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道菜 我想在我们的慈祭里面呢 有所谓的香鸡菩萨 就是呢 比较主要的功能 就是长厨 做一些素食的料理 有很多的朋友呢 对于我们这个素食的一个推广 也非常的支持 为什么 我们慈祭人都很讲求 要自然死食材 对不对 所以立香师姐 包括您自己也对这个农耕有 有经验 是不是也因此投入相继比较多 当然是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在背后的善知识 其实这是自取善知识的来源者 他们就说吃到什么东西 就会跟我分享 他吃到的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会朝那个方向 好 通常你们这个料理的原则 好比说如果有活动啊 可能类似要这样子七道菜 您会怎么样去开那个菜单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则有没有 就是试着节气的菜 看这个节气适合它什么菜出来 我们就会把这个菜就是善用 坚衡营养当然很重要 要有蛋白质 像这道菜就是我们的豆浆 豆浆就是最上面那一个豆浆皮 然后我们把它剪成卷 一个卷再去蒸 蒸完再去把它煎一下 会有那 看这个色泽原本有用炸的 其实不是 没有 用煎的 蒸完用煎的 再煎 让它上色就好了 好 那再来那一道呢 四季豆茧 四季豆茧我们里面都不加纸 加里面那个白白的是苹果 苹果 水果来搭配肯定很清爽 对 夏天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那个一定是当时的 角白笋 角白笋 对 角白笋 然后就是沾一点那个芝麻酱 这个呢 蒂若 现在这个蒂若 我们大概都是用那个钙类籽粉 就是蒂若粉加钙籽籽粉 很自然 所以这边看起来 几乎都是凉的 就是冷吃是可以的 因为夏天 夏天我们就是有一个蛋白质 然后一个咸的 所以你们会因应着可能 活动时的季节 对 会做一些变化 对不对 那对于香肌的话 我觉得做久了的人 好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可能在营养的部分要均衡 不能说只有菜缺乏蛋白质 然后甚至要加一点油脂 对不对 因为我们人体还是很需要 油的摄取 对 是不是也因为我们推广素食 这么样子的一个丰盛啊 也收到了一些 你们所接触到的民众啊 或者是大德给你们很好的回馈 也因此就更了解 我们慈祭所推广的理念呢 对 因为我们 整整去年 我们就是在社区办艾萨 那就是用推广素食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教他 怎么做这个杏鲍菇 或是粮拌不合怎么做 就是每次都用不同的食材 教他们 那惠众就会来问说 这怎么做啊 因为他吃了之后就觉得好吃 又健康 所以我们今年的吉祥乐 也是会透过推广素食去做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的立香师姐 后来你这样子一路十年下来 也投入在相机 你对于自己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成长跟心得 我就是在挑战说 在相机的时候 你那个和颜深色 在很急 在很短的时间 我要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你要学习到 说让自己不急 因为要准备这些菜色的时候 有时候人就是人家夹着 很快 急躁的时候容易生色不好 对 一般 就是一直在 一般大概都会这样 都会很急的时候 那生色就会比较 就会动怒 所以这个是 主持人家在说 这个火烧公钉 火烧公钉 尤其在厨房里面 很容易 这个相机很难修 一定是有进步了 有 有进步 继续努力当中 感恩 太好了 所以饮食也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人生的功课 对 修行 对 感恩立相师姐 感恩美丽师姐 跟我们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家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美丽师姐她这方面 很有悲心 而且她 她差不多每个月 每个月我们都要来多到达 那个个案 起关怀 同时 带一些结缘品 跟一些老人家 好像是一种家具这样 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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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